台北市文化局長蔡詩平 與北市國團長陳振港及嘉賓們 賣力演奏令人熱血沸騰的男兒當自強 宣告傳譯記正式揭開序幕 由台北市立國樂團主辦的 台北市傳統藝術記 邀請來自國內外名家接力獻祭 帶來繽紛多元百花齊放的精彩節目 包括歌 樂 舞 劇等不同領域及形式的節目 輪番登場 帶給觀眾豐盛的一文饗宴 因為有各位的幫忙 所以這一個台北市的國樂團 這次的傳統藝術記 各位看到了 我覺得真的沒話說 我一直認為說台北市文化局有兩保 在傳統的這個部分 繼承了華人文化的精華 就是靠我們的國樂團 把西方文化放到台北 而且透過各種的表演 來深入到 把西方的古典音樂深入到台北市 那時候我們有市交 這兩個團是我們台北市的雙寶 也是我們文化局 非常重要的兩個 非常重要的文化的名片 有歌 有樂 有舞 有各種類型從室內的演出到室外廣場的演出 包括萬象 今年的傳統藝術記一共邀請了 有25個夥伴團隊一起加入 那有31套的節目 一共有34場的演出 那這樣子的演出 在春暖拋開的時節裡面 也是北台灣 台北市長期以來的一個優秀的傳統 在這裡面的節目 我們能夠跟更多的愛悅的朋友 愛好藝文的朋友 為我們台北市的我們說文化容顏 做更豐富的裝點 開季音樂會 繽紛島鏈邀請國際知名大提琴家楊文信 與北市國首席指揮張宇安及北市國首度合作演出 壓軸登場的則是民主舞劇七夕語 以牛郎之女故事為創作題材 1984年首演時掀起表演藝術跨界震撼 40多年後以嶄新思維 重新詮釋這齣傳統與現代感兼具的經典舞劇 曲目介紹 演出的內容的部分 剛才的曲目介紹裡邊 像我們3月12號繽紛島鏈的開幕的音樂會 由首席指揮張宇安老師 帶領著我們整個台北市立國樂團的演出 這場演出還特別邀請了 從德國回來的楊文信老師 楊文信老師是 父母親是台南人 他在瑞士出生 長期都在歐洲 目前也是歐洲一線的 我們說頂尖的大提琴家 他要演出的作品很特別 這部分我們也感謝很多人的協助 要演出的作品是 蕭泰蘭老師的西調大提琴協奏曲 這也是蕭泰蘭老師唯一的一首在台灣首演的作品 這個作品有三個樂章 這一次會完整演出三個樂章 我們的壓軸節目 我們要特別謝謝台藝大表演學院的張兆訓院長 還有許黎美老師 我們要複線 不只是複科 複科跟在線四十幾年前的民族舞劇 當時的許惠美老師跟鄭師生老師 許惠美老師是編舞家 鄭師生老師是編曲的音樂設計 鄭師生老師也因為這部作品獲得了國家文藝獎的肯定 那四十年後 因為我們在新的表演場地 會在台北表演藝術中心的大劇院連續演出三天 我們邀請了更多的表演藝術家 尤其在多媒體上面 也是我們說 我們最頂尖跟國際連結的基因 一起來合作 全台規模最大歷史最悠久的 台北市傳統藝術季 從3月12號起到6月18號 為期三個多月 將帶來三十四場次的精彩節目 歡迎觀眾踴躍進場 感受傳統藝術的多元創新 記者聯席會台北報導 全民統藝術 全民造 全民造 領洞